美国和俄罗斯杠上,却让此国左右逢源。 原调题,美国和俄罗斯杠上,却让此国左右逢源。 美国试图通过扣押土耳其的F-35迫使其放弃与俄罗斯的F-400交易,那俄罗斯会眼睁睁地看住自己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吗? 这个事情恐怕不仅仅取决于俄罗斯,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土耳其,因为当年土耳其是作为第二个团队整个加入到F-35的研发计划,而且为F-35最初的研发是掏了钱的,也就是合同上明确了土耳其为F-35最初的研发掏了1.75亿美元,这个概念是什么呢? 就是土耳其是初始的研发伙伴国,最终交付的时候,土耳其必须是第一批接收的对象,这是基本的规定,所以如果美国这次真的因为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就不交付,首先从合同上美国面临违约,美国恐怕也会有相关的罚单。 所以下一步不仅仅取决于俄罗斯的态度,首先要取决于土耳其的态度,土耳其完全可以以现在的这个特殊的节点,更大规模的采购俄罗斯的先进装备,这个即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又是俄罗斯欢迎的,所以现在土耳其反而是左右逢源的阶段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